跟一个比较喜欢的国外选手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是哪个选手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是人气战队的选手吗 是RQ的Skyler 看得出来吗 虽然说我们现在赢不了国外 但是我相信Stay MLBB战以后一定会赢国外 Hello Mikey 和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MYZ的Mikey 欢迎Mikey 恭喜Mikey 你们一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然后从这个败折组一路突出重围 最终披荆斩棘拿到这个冠军 现在内心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挺不容易的吧 就是磕磕碰碰的 是的 磕磕绊绊 对 一路就是不断地去总结经验 然后最终拿到这个冠军 今天其实很想问一下 因为其实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当时有采访我们的点了 我们点子哥当时说 他这个奥戴塔准备放在决赛当作秘密武器 结果没有想到真的在我们决赛的决胜局 掏出来他的奥戴塔 所以你们刚刚是不是有真的去讨论一下 要在决赛局选出奥戴塔这样的阵容呢 其实真没有 从打野掏蓝兹洛特那一把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平时会玩这些英雄的 他平时训练上我们玩的少什么的 但是我们很有自信去掏出来 就像第五把他掏奥戴塔一样 可能一开始大家觉得就是 可能我们拿莉莉亚会比较好 但是我们就说没事拿你自己自信的 然后我选AD的时候 他们可能说选克拉奥德的话有进化 但我觉得那个阵容普罗迪 只要我不想去让 但我一定会平推对面 是的 大家互相非常的信任 打出了自己的自信来 那说到我们的队友嘛 如果说今天让你来选择一位 我们今天决赛当中的FMVP 你想要选择哪位队友 也可以投给自己啊 其实我觉得除了我 其他四个队友我觉得都是FMVP 就是他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团队里 至关重要 就没有他们或者这些的操作什么的 我们应该不会 因为我觉得这个FMVP 应该属于是我们团队的 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这个团战当中 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啊 所以最终可以帮助我们整个团队 拿下我们第一赛季的总冠军 那刚刚也有提到嘛 这个赛季还是比较多的一些波折的 所以回顾整个赛季 你觉得你们从小组赛到最后的决赛 你们进步最大的地方是在于哪里呢 其实就是一直一开始 我们输比赛就暴露出的问题是协调性嘛 所以你们看比较就是我们打很多队 我们都可以习优势 但是我们总会因为一波失误啊 然后会被翻盘 然后我们在这几天的调整就是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节奏稳住 打我们自己慢慢来慢慢打不着急 是的 主要是把这个心态放平稳 因为实力真的是相当优秀的 那其实在我这个赛季 第一次采访Mikey选手的时候 当时我问了说 想不想给自己的这个颜值选手换个标签 你当时说想换成这个 非常秀的实力选手的标签 没想到这么快就已经把这个标签换掉 那在我们第二赛季到来之前 要不要立一个新的flag 想不想再换一个新的标签 更上一次楼吧 更强 更强 因为最终我们的这个所有队伍的目标 都是冲击我们这次沙特的这个电竞世界杯嘛 所以肯定有更高远的一个目标 那这一次啊 很多的这个队伍都选择了一些新英雄的尝试 比如说像哈里斯啊 或是奥德斯啊 你在第二赛季 有没有一些新英雄想要去尝试一下 最近有没有在偷偷练习一些 运努器 也可以放一些烟雾弹 都是可以的 有啊 罗杰无敌 哦 罗杰 为什么在练这个 你觉得这个英雄现在有一些什么版本强势的地方吗 这是我跟一个比较喜欢的国外选手去学习的一个东西 是哪个选手方面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是人气战队的选手吗 是RQ的Skyler 是的 看得出来大家词是都在一直向我们的国际赛区去学习 那你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赛区 整个打法跟现在国际赛区的打法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嗯 虽然说我们现在赢不了国外 但是我相信CMLBB战以后一定会赢国外 五个中国人一定能拿冠军 是的 我们呢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成长 说白了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嘛 那因为其实我们第二赛季 目前是有一个前四有一个只要的名额的 那在这个期间 你们会不会考虑去训练一下这个国际服呢 还是说还是会以国服为主呢 在练习的时候 嗯应该还是会以国服为主吧 是还是要先把我们这个名额先拿到是吗 先把我们这个名额先稳住 那最后嘛 因为其实我们Mikey选手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多金币路的英雄了 来跟我们所有的玩家朋友们 还有我们的这个赛事用户们安利一下 我们决胜巅峰这款游戏好吗 嗯可以啊 其实这款游戏其实相对于其他摸霸手我感觉可玩性是大于其他的 同时他的一些呃建模啊 然后一些英雄技能啊 其实对于一些萌新玩家我感觉是很容易上手的 是他还是很有自己的一些特色 比如说我们独创的这个拜访MVP的不掉心机制啊 那我们现在的全平台预约活动也在火热进行当中 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预约当中 和我们的Mikey选手和我们的MYG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决胜巅峰 那最后也要再次恭喜我们的Mikey选手 再次恭喜我们的MYG 拿到了我们本次这个季前邀请赛第一赛季的总冠军 那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庆祝活动 哦应该会等等去聚餐吧 好的那我们也就不耽误你们这个战队庆祝的时间了 我们也期待第二赛季你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